上一周我们看到了发改委 要制定一个共同富裕的纲要 原先人们一直说 邓小平时期的一个提法 叫先富起来带动后富的人 后来这个提法逐渐不提了 为了一些心灵鸡汤 把穷人称为代富者 那么再往后 十年前 广东和重庆 主政的汪洋和薄熙来 有过一个蛋糕论 那汪洋说 把蛋糕做大 薄熙来说 要研究好怎么分蛋糕 一边分好蛋糕 一边把蛋糕做大 那么现在呢 现在这个共同富裕论 总结起来基本上就是一句话 又要分好蛋糕 又要做大蛋糕 两个他都要 而且他 有四个要点 第一条就是 全国要共同富裕 大家都应该知道 是吧 这个 共同走入贫穷 均贫富 那这个能做到 因为毛泽东时期就这样 那怎么样能 全国不分地区 要均贫富呢 或者说像他讲的这样 要共同富裕 这个基本上 做不到 你说这个 涉及到未来的国策 发改委在那说点胡话 也就算了 但真的要这样做的话 其实又回到了 毛时代 创立了一个理论基础 为了回到毛时代 那这些事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来说 说一说也就行了 因为你说不说 大家都知道 你准备这么干了 只不过呢 说这些话 搞一个理论基础 人们听得苦笑一番 但紧接着 习胖在这个求是上面 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个就 让人们怀疑 不失套话的问题了 这是智商堪忧的问题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 和创新高地 这个 不是均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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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这个有可能 把改革开放过程中 就前三四十年 获得成就的这些人 打翻在地 分点福财 这个我相信 能做到 因为这就是运动 对不对 中国不缺运动员 老的没死光 是吧 新的培养起来 这个非常灵便 一声可好就行 但你要说搞成这个 创新高地和这个世界主要 科学中心 这个东西可以讲 是个人都知道 他做不到 这还不像 你自说自话的说 消灭农村贫困人口 你把这个贫困线的标准 改一改 这个就成 对吧 你如果说你要搞创新 你要把中国建立成 这个世界的主要 科学中心 这个属于那种 天方夜谭 他要把中国建成一个 这个科技强谷 这个只能说啊 有理想很好 但是幻觉太重了 这个不好 别说别人会笑 自个儿都会笑醒 那么他基于什么原因 发出这种 口号的呢 是因为他发现 关键的核心技术 要不来 买不来 讨不来 什么叫讨 就是求人家 人家也不答应 这个他有经验教训 文革之前 他们家就被打盘在地了 然后一辈子都是 出于那种 被人家翻翻眼 歧视的 这种位置上 好容易 混进了第三梯队 隐忍了几十年 让大家把他认为 是一个守成之君 那么 推上了 总书记的这个宝座 他才 能做到 翻身的龙奴 比地主还凶 这个他有切身体会 要破除一切 这个 制约科技创新的 思想障碍 听得很可笑 怎么破除呢 就如同 人们经常开玩笑的一样 是吧 共产党说 要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 三座大山 最后 他们自己成了 压在人民头上的 唯一的一座大山 他们还在搞顶层设计 要减轻人民的负担 现在又要制定 共同富裕的纲要 简单呀 你从人民的头上 顺坡滑下来就行 是吧 不要再期待人头上 那不就了了吗 很简单的事 哪有那么复杂呢 但他愿意这样做吗 中国人学数理化已经一百五十年了 不是说一个人学 全国都在学 全面西化 不是说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进入中国 中国在财坛 全面西化 西方人创立的这个 思想 建立制度 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早就知道 从 中古时代 向现代转变 必须要学习 西方的科技了 那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是什么呢 那无非就是今天的制度 对不对 今天的制度 制约了人的创新 别说全国范围内了 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 都不许网易中央 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 民间的就更别说了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这个 创新高地 世界的主要科学中心 你认为有希望吗 是吧 可以搞笑 但你不能这么搞 这么搞 会把人笑坏的 会让人受伤 理论的套话 天天讲 年年讲 月月讲 讲到最后他自己心 其实今天的中国就存在于这种普遍的麻木中 没有多少悲哀了 因为该悲哀的时刻也早就过去了 现在人们出现的是恐慌 而不是创新 因为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让人们怎么去创新呢 想看一看 想看一看现代科技发展的高峰 是吧 这个互联网里限制的 你想看点科技文章可能还得翻墙 那如果说挑战权威呢 创新就要挑战 原有的权威 无论是科技的还是其他 各方面的 敢吗 这个世界的创新 不在中国 中国只能说 不断的参照别人的创新 来尽可能跟上 有些人把它理解为 这个国外有了创新 咱把它拿回来 吃透了 研究好了 搞一二次创新 其实就是山寨 但你要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 这个说句良心话 这个 他好意思说 咱都不好意思复述 不是说有没有可能的问题 而是你 要吃多了 你提的这个问题 没有人知道怎么回答你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